今天想說這個環節叫做利潤極大化 重要性就是每年都會有一題選擇題 在公開市那裏 我們要首先考慮做多少 首先P的價格 其實就是說我們會賣出一單位的收入 即是邊際的收入 但我們每生產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們會產生一些成本 這個就叫做MC 邊際成本 例如做第一個單位所產生的成本 就是這個梯形面積 我們發覺收回來的價格 第一個單位是高過這個單位的成本 所以我們會生產 做第二個單位亦都產生一些額外的成本 我們又比較了 如果收回來的價格或者邊際的收入 這個單位的收入高過邊際的成本 我們就會生產 如是當我們發覺邊際的成本做出來 是高過這個單位所帶來的收入 邊際的收入 第三個我們就不會做的了 所以我們先決定做多少 這個信號就是收回來的價格 等於邊際上做這件事所帶來的成本 但留意這個所謂的邊際成本 是因為隨著產量而改變而增加的 所以實際上這個所謂的邊際成本 是一個叫做可變的成本 現實生活有些什麼例子 例如人工 即是說我們收回來的價格 蓋到人工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生產 而所賺的呢 就未是利潤著 我們有個名字給它 就叫做生產者盈餘 只要我們的收入 蓋到人工 我們就會繼續生產 最後賺多少呢 我們還要考慮多一個成本 就叫做固定成本 有些什麼例子 例如每個月固定都要交的租金 所以廠商最後真的有沒有錢賺呢 就要減多一個數 就叫固定成本 就是最後這個面積 可不可以cover到的租金呢 就得到最後的利潤了 利潤是要扣除所有的成本 包括你的可變 例如人工 和固定租金 最後才得到出來的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了 首先固定成本增加 是不影響我們的做多少的 因為我們在圖上 全部都是因為產量增加 所產生的成本 即我們所說的MC 哪就是成本呢 其實都是在說可變的 在圖上是看不到的 所以舉個例子 租金加了呢 我們會繼續考慮 究竟cover可不可以cover到的人工 可以的話 我們會繼續生產 那影響什麼呢 影響我們的利潤 最後減完人工那筆 再扣上租金 如果固定成本上升呢 我們利潤是少了的 甚至如果這個面積 cover不到租金的話 我們就變成不是利潤 叫損失了 我們之前沒有特別講利潤這個概念 今天就要講清楚了 利潤就是總共的收入 減去所有的成本 包括可變和固定 但是做多少產量呢 我們只是看可變而已 扣到人工有剩的話 我們就會繼續生產 賺回那些 我們最後要購買那個租金 固定成本 才看有沒有錢賺的 或者賺多少 我們看看past paper 剛剛說過 這個部分 每年都會有一題選擇提的 那麼我們的步驟呢 我簡化做兩步 那麼第一步就是 先決定做多少 那個訊號就是說 收回來的邊際收入價格 是等於做這件東西 最後那件的成本 Mc 第二個步驟就是 再計利潤了 就是說 在這個極大化的產量 剛剛第一步驟計到 然後再計 做那麼多產量的總收入 減去總成本 包括固定 我們就找到一個利潤了 那麼我們看看以下這題先 那麼我們先比較一下 做多少先 那麼價格 蓋到邊際成本 那麼我們又會做的 好了第二件是會做的 第三件的收入邊際上是收6元 那麼但是做第三件的邊際成本是6元 那麼我們都會做的 那麼也都做到這裡就停了 因為法國做第四件呢 收回來第四件就是收6元 但是做這件的邊際成本呢 是要8元 邊際上呢 我們是沒有好處的 好了首先決定了 極大化產量 廠商應該做三件的 好了 那麼第二個步驟就是 計利潤了 利潤怎麼計呢 那麼總收入就比較簡單些 做三件每件都是收6元 總收入就是18元 那麼總成本就比較麻煩些 那麼我們怎麼知道 做三件的總成本是多少呢 那麼題目告訴我們 置入平均可變成本 就是平均做三件 每件的可變成本 每件是4元 那麼所以呢 其實是 可變成本是 43 112 12元 但是計利潤呢 我們要所有成本都計 那麼我們要加多一個 叫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 顧名思義了 由頭到尾呢 做多少都是1元的 那麼我們加上1元 那麼其實總成本就是13元 再比總收入去減 我們得出呢 那個利潤就是5元了 那麼所以正確答案應該是B 那麼其他A的D 例如 最高利潤應該是 極大發覺產量是3 就不是5 那麼極大發覺產量是3 當時的平均成本應該是4 又不是5 那麼D 最低總成本 那麼這個概念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其實最低成本就應該完全不做 不生產就沒有可變成本 那麼最低成本應該是1 是不是 只是交租金 但是這個概念沒有意思的 所以都不對了 好同學 同學試試暫停的畫面 看看是否會做第二題 好什麼叫售價者 售價者 就是說呢 它所收的價格是固定的 好像上面這樣 每買一件都是收6元 那麼其實第一題 那個情況都是叫售價者 那麼然後找利潤極大化的產量 那麼我們講過了 我們有個訊號的 就是要找一個數字叫編制成本 MC 那麼編制成本怎麼算呢 就是每做多一個成本增加了多少 那麼第一個我們是不清楚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單位是0的時候 成本是多少 由多少增加到20 但是第二個我們就知道 由20去到45 就是第二個成本就是25 好了第三件的成本 由45增加到75 我們知道成本是增加了30 到第四件 令到成本由75增加到110 那麼我們雙減之下呢 就算到呢 第四件的成本是35 如是者第五件的成本呢 就是150-110 即是40 而題目掛 廠商是一個售價者 即是說呢 它收的價格是不變的 而它極大化的產量就是三件 那麼我們推論呢 它收的價格應該是30了 那麼如果深水清的同學應該都猜到 其實固定成本的增加 是不影響我極大化的產量的 因為我們做多少呢 我們看MC 其實都是看可變的 那麼我們試下代一些數字 如果固定成本增加了5元 令到總成本相比每個單位都增加了5元 我們再計下新的邊際成本有沒有不同 那麼我們發覺新的邊際成本 之前減回之前那個其實都是不變的 所以極大化的產量都是三件 而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就是30了 那麼再次印證了我之前說的結論 固定成本的增加是不會影響產量 因為我們做多少呢 其實是看可變成本 固定成本增加那影響什麼呢 就是令到我們的利潤減少了 所以答案應該是C 然後這題就不是計數的 問你一些概念 就是說在什麼情況底下 它會做多了的數量 那麼我總結一下 不外乎兩種情況 它會增加產量而已 第一就是P價格或者收入上升 那麼它就做多了 有利可圖 第二個情況就是說 收的價格不變 但是成本下降 那麼它都會做多了 但是留意這個成本要搞清楚了 是一個叫可變的成本 例如人工減了 那麼本來收這個價格呢 我扣不到人工的 但是現在人工減了 我都變得有利可圖 於是乎我便會增加了 但是固定成本增加 例如租金多了 那麼我不影響 我不會考慮的 因為我做多少 是看看可不可以 cover可變成本 例如人工這樣 固定成本 只是影響我最後 埋單的時候的利潤 那麼我們看看 我們由D開始看 D人工工資 雖然是一個可變成本 但是成本是上升了 所以應該是做少了 不是做多了 好 好了 我們說租金 是一個固定成本 是不會影響做多做少的 只是影響我們 最後算利潤埋單的時候 賺多了或者賺少了 好了同樣道理 商業登記費 一個每年的固定支出 和租金一樣 都是一個固定成本 不影響我們做多做少的 那麼最後就像樣了 水費 水費是可變成本 因為越做得多咖啡 所以你會用得越多的水 那麼現在水費跌了 可變成本下降 那麼利潤極大化 我們就會生產多些 所以最後答案是A 好了同學 真的試一下暫停的畫面 可不可以懂得計最後這題 那麼都是跟回我們的步驟 先計回那個極大化產量 先在17元底下 我們計了邊際成本 應該呢 我們做多少件 沒錯 我們會做8件 那麼現在 好了價格上升了19元 我們的極大化產量去到哪裏 沒錯 就是9件 那麼所以答案呢 就收集去C和D之間 那麼跟著第二個步驟 就是計上利潤 利潤的計法就是總收入減去總成本 之前它是賣出8件 每件收17元 所以總收入就是8乘17 總成本 不用自己計了 它給你總成本 是80 總收入減總成本 是56 之前 好了新的總收入 現在賣19元 它賣出9件 但是做9件的總成本 原本是99 加上升了的2元 所以應該是101元 所以應該就是70 而最後答案就是C 或者剩下的MC 同學自己做完 我們先講到這裏 是1 2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